哈囉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分享我的淘寶公務拍箱 首先要介紹的是我之前就是拍生活照穿搭 已經有出現過的一個飲料杯的側背包 它是常鏈的 然後它這邊拼接的地方就是還有鏈條 所以看起來質感蠻好的 一整個閃閃發亮 非常適合現在夏天使用 穿著T恤牛仔褲背著它 瞬間年輕了五歲 給我們看一下裡面 它有一個左右拉鍊 然後裡面它也有內裡 整個做得是還蠻精緻的 很喜歡它 然後呢在同一個店鋪呢 我就發現其實還有一些還蠻特別的包包 例如像是 兜兜兜兜 所以其實我是想要買給我哥的 因為我哥超愛釣魚 我就買了一個魚的 它應該是寫鉛筆盒 就是鉛筆袋可以放筆的 可是我想說愛釣魚的人 它應該什麼都能裝 然後如果這樣是一般女生 喜歡魚的話也可以買它 也可以裝筆刷啊 化妝品啊補妝之類的 它外表兩面都是魚 打開之後 有一種 嚇到的噁心感 因為它連裡面都做的像是魚的內臟 有殺過魚嗎 哈哈 就殺魚之後 然後看到 裡面有骨頭 然後有肉 然後就是 唉唷 太逼真了吧 好啦我送給我哥了 然後還有這一款包包 這是一個報紙的樣子 就是一種手拿包的概念 還蠻文青的 有文藝的感覺 然後 打開 裡面就可以放我的手機啊 鑰匙啊之類的 嗯 還蠻特別的一款手拿包 它這邊還有那個瓷孔 我在喝飲料喔 這個呢也是一種 文青概念 就是你在拍穿搭的時候 啊 咦 就是手上假裝拿著一個咖啡杯 然後呢 其實它是 手機鏈 它可以一找就是 你不同的手機型號 然後有不同的尺寸 它的一個頸鏈設計 其實我覺得很貼心 是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裡嘛 然後它按一下 一秒就可以分離了 分離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滑手機啊 講電話 就不會說 欸這個線還卡在這邊 或者是把手機給別人 都很方便 然後這個賣家還蠻貼心的 是它還送了一個 就是USD的LED燈 插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亮囉 不過它的燈還蠻弱的 我不知道 有什麼用途 然後還有一包 貼心小物 嗯 我知道這個魚骨頭 可能是捲線器 可是 這個東西 我看到它上面顯示 手機支架 怎麼用啊 有人用過嗎 可以教學一下嗎 哈哈 下一個東西介紹的是 跟手機有關的 然後這個是 LED燈 它是可以夾的 就夾在手機上 像這樣子 夾在手機上之後呢 你要自拍 它就可以幫你打燈了 它的燈 可以調三段 這款自拍補光燈的外包裝 是長這樣 就是 看起來都是日文啦 可是呢 不能明確知道 它產地是哪裡 好 另外呢 其實台灣也有類似的 像這一款 這一款 我在淘寶買的 它是裝兩顆電池 台灣 有推出 就是充電式的 可以先來看一下它們的外觀有什麼不同 這個是淘寶買的 然後呢 這個台灣的品牌的 就是多設計的一個鏡子 然後呢 有稍微大一點點 在LED燈裡面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開給你們看 它的光 感覺比較柔 然後它的燈泡比較大顆 可是呢 它沒有三段式 然後這個呢 它就是可以調三段式 但是呢 這個只有一段式 它打開之後呢 等於這個的第三段 最亮是一樣的 它夾在手機上的樣子 是這樣 可是因為我們一般 都已經是在自拍了 所以我們可以從螢幕 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構圖了 所以呢我想這個鏡子最大的功能 應該是要讓我們 看細節吧 例如說 欸 睫毛有沒有暈掉啊 什麼之類的 應該是這樣吧 反正這鏡子其實 還蠻多餘的 可是因為它的充電 也是用USB線 所以還蠻方便 就是說 你知道有筆電之類的 就可以直接充電 就不需要換電池 不過也就是因為充電式 就是內建電池的關係 所以它價位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各方面的品質 是有比較好 所以如果是台灣的朋友 因為我也可以參考看看這個 這個淘寶的自拍補光燈 它也有送一個LED燈 一樣是USB充電式的 好奇怪喔 最近為什麼買家都喜歡送這個 好啦 都不知道這麼多支要幹嘛 我剛剛忘了說欸 我的手機殼 這個透明的 老鼠 它也是淘寶買的 它們這一系列呢 都是做跟我的蘋果標誌 就是有互動 然後呢 圖案都是鏡面的 整個都還蠻有質感的 而且很薄很貼 手機 還蠻好用的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我在淘寶買東西以來 我覺得收到最最最最喜歡 最滿意的東西 就是這個 看得出來嗎 這是我的飾品盒 把飾品擺在裡面之後呢 就會覺得飾品變得好漂亮喔 一整個閃閃發亮的 很像是自己在一個飾品販賣店 然後賣的都是精品 真的很厲害 拿這個來收納你的飾品配件 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非常的棒 接下來要分享呢 我最近很喜歡穿的內衣 就是 應該也不算是內衣啦 反正就是一個小可愛 然後可是 它就是直接有胸墊 就變成你不用穿內衣 直接穿這個就可以了 像是夏天很多時候會穿細肩帶啊 或者是 你不想讓你的肩帶露出來很難看的話 你就可以穿這種內衣 它其實有美背的效果 還滿好看的 我買了滿多家 然後比較過不同的材質 有一些真的是收到之後 你會翻白眼 那種線頭一堆啊 或者是本來就車歪了 或者是白型 本來就不適合 那個肩帶都累得你很緊 那一種我就沒有分享了 我就是分享 我覺得 還算是品質OK的店家 然後 也算便宜的 好 你們可以看一下啊 然後呢 我之前也不太喜歡在淘寶上面買衣服 因為我覺得要退換貨很麻煩 尤其是像衣服這種東西 我有一點點相信一分錢一分貨 當衣服太便宜的時候 可能你收到的時候會嚇到 就是你可能也不會穿 所以 我會買我就可能會選擇買貴一點點的 或者是我本來就覺得那個東西 是我平常日常生活中 隨便在家穿的 我才會買 現在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高端定製服 在淘寶呢 很多類似這一種 就可能是他們拿個名牌的款式 然後稍微的改一下 然後就是在販賣 然後就是稱為是高端定製服 這種的好處呢 就是他們的價位可能是名牌的 很便宜很便宜就對了 整個蕾絲很細緻 然後車工很好 可是呢 要跟你們說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的尺寸有一點點跟平常一般尺寸不一樣 像我買一般的服裝 可能是買 S號或者是M號就好了 買高端定製服 我可能要買到L號 或者是XL號 所以一定要去注意它的尺寸幾公分 你要自己的量過喔 我是168公分 48公斤左右 然後就是穿到L號 或者是XL號囉 一定要量喔 他順便跟你們分享一個 不是很好的經驗 可是我覺得 這個 大家有必要知道 尤其是你們喜歡買淘寶的人 如果說你今天在淘寶買衣服 沒有收到過 或者是你的包裹裡面衣服少了 怎麼辦呢 我覺得沒有收到包裹 這還算簡單好處理 因為呢他們的物流都會有單號 只要你的單號沒有寄到你手中的話呢 都查得到 就算查不到的話呢 賣家也會負責 可能會再送給你一個 我覺得這發生的機率其實 還蠻高的耶 我大概買了10個包裹就會有一個包裹 是 包裹不知道到哪去了 這一次我遇到的困難呢 我覺得 比較煩一點點 就是這一個賣家 他們家的衣服都蠻貴的 所以你沒有收到的時候就覺得 好衰喔 然後 他不一樣的是 我買了三件 他只寄來兩件 不對 應該說我只收到兩件 因為賣家那邊給我的重量是1.5公斤 他寄出了1.5公斤 可是圓通給我的重量是0.9公斤 中間少的這個到哪去了呢 也就是少了一件衣服在快遞的這個中間 可是呢 這我也不能太心軟 如果說你沒有收到衣服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第一件是 就算你知道不是賣家的錯 你還是要投訴賣家 你給他退貨退款 然後他會活回你嘛 因為他覺得我有寄出東西了 是快遞的問題 可是你不要理他 就是你必須去申訴淘寶 因為我就是太心軟 我覺得因為一直跟賣家在溝通嘛 賣家也好像有要積極幫我處理 所以我就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導致於說我的申訴時間過了 因為他都有一個期限 可能例如說這樣15天 15天其實非常的不夠耶 因為他們的客服其實很煩喔 我跟圓通A講完之後 換圓通B 換圓通C 圓通D 然後這個聯絡過程 你會瘋掉 同一件事情大概講了10次以上 然後我跟淘寶客服也是 淘寶客服A 客服B 客服C 講了一樣的事情 沒有人可以給你一個解答 建議大家就是一定要 一開始就是投訴賣家 你不要管他有沒有在幫你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要投訴賣家 然後接下來呢 分享幾件 我覺得也是便宜有撿到好貨的 第一件 第一件呢就是 破褲 今年真的也是非常流行破褲 然後像是夏天其實還蠻涼快的 買破褲很好 可是破褲的價格 跟一般牛仔褲差不多 可是你會覺得 啊它這麼破 而且你只會穿一小段時間 有點浪費錢 所以呢我就去淘寶上 找了一個樣式好看的破褲 收到之後呢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穿起來的樣子 比我想像中好看太多了 我可能也會選擇 花多錢去買一條好看的破褲 真的是越來越喜歡破褲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很便宜很便宜的T恤 你在家裡就可以穿了 可是這個真的是好久好久 才收到貨 快瘋掉了 我覺得大概花了30天以上 他是說30天我一定會收到 可是已經超過30天了 真的是 好久喔 怎麼會那麼久喔 可是真的是太便宜了 然後收到之後你會覺得 質感好好喔 就是超出你想像就對了 好啦等那麼久OK啦 像這一件也是很便宜很便宜 二十幾塊的牛餅 這一個呢就有點像是 他們獨家訂製款的一家店 我覺得收到的品質也還不錯 他們就是有一些獨家訂製的衣服 其實質感都蠻好的 版型也很好 然後我放那個連結在那底下 你們可以自己去找找看這一家店 我還蠻喜歡的 雖然我不常在淘寶上面 買我自己的衣服 可是我很常買鞋子啊 就是便宜的鞋子 當個造型拍拍照就好的 然後或者是小孩子的衣服 我好喜歡在淘寶買喔 而且像是口水晶 那圍兜兜這些消耗品 可能每天一定要換個三四條 我全部都是在淘寶買的 真的是便宜很多 像小桃的最近練習自己吃飯了 所以呢就必須要有這一種 就是長袖型的一個圍兜兜 他可以自己吃飯 這個超好看的 我真的大力推薦大家可以去買一下這一件 他穿起來超可愛的 然後呢我也要找很多就是 也是類似還蠻可愛的 可是像這一件就比較厚一點點 而且呢它裡面就是 防水做在裡面 可是它外面還是一般T恤一樣 所以外面還是會弄髒子 可是它樣子是穿起來算是很好看 所以還是介紹一下 所以還是介紹一下 然後像這一件 穿起來也超可愛的 可以推薦給如果寶寶需要圍兜兜的 然後像是童裝的部分呢 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家店 叫做一騎寶貝 他們的衣服質感都蠻好的 就是收到你會很開心 該怎麼說呢 就是做工很細緻 就是跟如果說我今天是看到它 我也會買它 並不會因為它的價格便宜而買它 可是在淘寶上就是因為它的價格 非常便宜買來 然後看到這樣子的品質就 超好的 然後你就會失心瘋一直買 這一家我很推薦大家 我覺得我沒有買到任何一件衣服是D雷 推薦這個 而且他們好像是獨家訂製款的 還不錯 另外呢今年也非常流行這種 綁帶的涼鞋 我很喜歡穿這種米白色的涼鞋 然後又是綁帶的 這樣可以讓你的腿看起來變長 就整個有延伸的效果 這一雙 老實說我不推薦 可是它的型真的很好看 如果說你只是想要穿來拍拍照 不是要出門喔 不是要去外面走路的話 你可以買 因為呢它的設計上有一點點的問題 這邊呢都是那種金屬的扣環 所以當你在穿的時候 你的腳趾頭 就會一直碰到這個金屬扣環 會有一點點痛會汽水 跑 就如果你走久的話 所以呢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真的要買這個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去找OK蹦啊之類的 把你的小腳趾貼起來再穿這雙鞋 好啦這是我的經驗分享 然後還有就是 今年非常流行綁帶的鞋子 可是呢你要綁帶真的很麻煩 一定要找有拉鍊的 這樣子呢它就是一雙美鞋 可以陪你度過你的夏天 我以為我買泳裝 可是還沒有收到 嗯 不知道喔 會是如何的情況 應該是不錯啦 我記得我在淘寶買了很多泳裝 然後其實印象都很好 去年買了三件 所以還沒有穿過 可是今年還是有很多 今年流行的款式 一定要買一下 好那我收到再跟你們分享囉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一些淘寶喜歡的好物們 當然會陸續的還是會收到包裹 到時候再跟你們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或者是想接收到最新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不吝嗇可以給我一點小小的鼓勵的話呢 也歡迎按個讚 然後或者是留言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都會很高興 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